你看看 这鸽子弹 名表 游艇 戈尔夫 你蔡小蕾的年龄和资历 如果没有左大剑的话 他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那所以你的重点是 重点是 我们作为左大剑的律师 我们应该提醒他 他跟蔡小蕾 并不是完全的利益共同体 他应该 一定程度上警告跟限制他 易律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个案子 因为无论是谁的话 能够加入进来 都会得到这个 全方位的提升 但是我思来想去呢 我觉得 你并不太适合这种案子 我之前做过这种案子 当时那个人就是 什么都听小三的 然后最后被小三算计 特别惨 但是我不赞成你加入 他是有其他的原因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性别 性别 是 我觉得当事人 可能会天然地觉得 你在这个案子里边 会同情 这个在婚姻里边 遭受背叛的这一方 所以 那照你这个逻辑 我以后只能代理 女当事人不能代理 男当事人了 那小三也是女的呀 他为什么不觉得 我会同情 他出尾的小三呢 这个是两码十二的 怎么是两码十二 杜律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了解女人吗 所以说呀 这个团队里要没有一个女性 完全凭这种男性的思维逻辑 去解决问题的话 早晚要逼得左大妈妈 按下核按钮 是 所以 你应该去代理左大妈妈呀 我们竭尽全力地 来维护左大剑的利益 可是如果左大妈妈 按下这个核按钮 弄得最后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也不是左大剑 想要看到的呀 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 是 左大的妈妈 她不依不饶 那也是左大剑逼的呀 行吧 那咱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该认的错就得认 该给左大妈妈的就得给 我们做律师不是说 你错了 我跟你说成对的 而是说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我作为律师 作为专业人士 我跟你说 你错在哪儿 你为了这样的错误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可以帮你少错一些 避免一点你的损失 但是不可能说 你给我钱 我红口白鸭替你说瞎话 对吧 是 其实我觉得呀 这人嘛 他得善于 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这个性格优势啊 这个年长女性啊 她得帮助朱欣欣那边 更好地解决 年长女性 你是因为我是年长女性 所以让我借助欣欣的案子 不不不 不是 那那肯定是 不是 我 我是 说呢 那你肯定是 新善 人美 专业又过硬 其实我跟关秀啊 一直帮你推一个 十大杰出女性律师的 那么一个评选 还给你安排了采访呢 是吗 这 这 要不你先接电话 有什么咱们随时在沟通 好 丙月 什么事啊 专业 最近挺好的吧 挺 好 挺好 家里边没什么事 还 还行吗 我 我们家 最近那样子吗 工作也还挺顺心 顺心 顺心 我呢 跟你打听点事 行 您跟我说 刚才我过去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你们是不是 好像议论佐纳 他们家什么事来的 你跟我说啊 我还想跟你们提呢 我也不知道 这意语师从哪打听的 真是 我没搞的 好好 没搞 我不是说这事 我是想知道啊 你是从谁那儿 知道我接了佐大监的这个案子的 是吗 不是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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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不起来了 有人跟我 好像 好好 好 好 好想 我 是 这个 对 这个事之前 我好像是听别人说过的 但他 他应该不是 诚信想告诉我 他可能是那个自言自语 无心之举 我呢 一听 好像是咱们所的事 我说我就 就 然后因为留神就就听着了 谁 自言自语的 无心之语 让你给听着了 谁 是 是 是 不是 不是咱们所的 不是咱们所的 不是 不是咱们所的 在 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呢 等电梯 电梯 完了我就听见 他 还在哪儿 陆律 您就别问了行不行 您这不是 不是非让我当叛徒吗 不能说 我说不给他卖了 您就 您就知道 我不知道 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 您不是也不敢跟我说吗 对 我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是 是 是 他也跟我说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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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 我自己猜着 自己猜着 我签了保密协议 这件事 从我这儿传出去了 那我要负责任的 这 我 我 我们都明白 我绝对不能让您负这责任 对吧 不过这左大健呀 他做事是有点缺德 您说这天底下那么多律所 找别的不行 非找他闺女上班那律所 不是 完了还跟您签一保密协议 不让您出去说 要说了算您违约 这不让您里外不是人 这多难做呀 行吧 那这件事 就到你这儿为止 您放心 我嘴特别严 我肯定不会告诉范晓天 怎么还范晓天是 是 是 因为 是这样的 因为咱们律所现在啊 就他一个人不知道 好自为之 不 拜 杜律 那个 那个 这是林佳佳 女性力量的主持人 您好 您好 您这是杜律 我们的高级合博 您好 您好 我们这个一帆律师啊 他就是这个 特别符合你们女性力量 他经常接一些这些公益的案子 很值得采访 好的 那等等 我们先去 好吧 好 下次见 您帮您的 好好好 这左大监把案子委托了咱们 一定是考虑过 要启用左纳这张牌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牌得早打呀 这现在 你们家打牌 一上来就出王诈是吧 那他会什么时候用 怎么用呢 最好就别让他用啊 对 咱们把之前的那些证据 先捋一捋 刚咱们捋一捋一遍 其中有一组证据 是左大监给蔡晓蕾的 微信转账记录 还有他们俩平时的微信聊天记录 别的证据 我们还可以想点办法 可这组微信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啊 很难否认 杜律 那万一要是 他就说手机丢了呢 或者是老春雪 把手机给偷了 栽赃 那这也不是没有 你那个罚考 是怎么过的呀 左大监手机内的信息 是她的个人隐私 劳春雪未经许可 算不算是侵犯了她的个人隐私呢 证据的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这个案子要是这么大呀 全得上热搜 完了 完了 绝对 杜律 对不起 我刚刚把冯晓权的答辩状发错群了 是 发 发到哪个群了 应该发到咱们内部的群 我发到他那个群了 我发到他那个群了 那没事 反 反正他早晚都得知道嘛 但他看了以后说有意见 让我们过去一趟 那就赶紧过去 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好 那我跟着一块儿 你坐着吧 咱们还没完事呢 你 你看看潘妍 让她跟一块儿去 好 其实我们来之前 已经做过功课 您在大学期间 是很多男生 心目中的女神呢 所以您愿意跟我们 分享一下 您的感情经历吗 我在这方面 真的是乏善可沉啊 其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也经常能够遇到 很多优秀的职场女性 跟您一样是单身 感情生活 也如您所说的 乏善可乘 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这么一个状况呢 这问题我还真没有 认真想过 你有想过 想要找什么样的 另一半吗 女性力量跟这些 没有绝对关系吧 沈浪 你帮我接一下 接了 楠楠 喂 楠楠 什么事 姐姐在开车 你把电话给多拿 你跟我说我告他 不就完了吗 不方便 好 点名 必须得你自己一人听 求婚吧 可能 干吗呀 杜律让我问问 冯耀群对打边庄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们还没见到他呢 那我现在过去 咱们片场会合吧 不用 不用 那我们一会儿 看着他怎么说 然后回去讨论就行 杜律跟我说 这个案子让我 跟你一块儿出庭 我知道 我知道 杜律跟我说了 刚刚你不是 被杜律留下了吗 然后这地儿还挺远的 郊区 潘潘就是过来帮个忙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行了 那姐姐不为你好吗 那不懂事 你怎么 你都听到了 可不听见了吗 不光听见声 还闻见味儿了 酸喽 行了 挂了 挂了啊 那个开车呢 行行行 就挂了挂了挂了 喂 妈 你最近怎么样啊 编号 你最近怎么样啊 喂 妈 你最近怎么样啊 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你爸最近睡不好 你要有空能不能回来看看他 他嘴上不说 心里一直是想你的 那我今晚回家吃饭吧 你要回来吗 你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随便做就是了 哎 你替我跟书一南说一声吧 我们俩是真不合心的 做朋友挺好的 你没让他别折腾了 走走走 如果给你带来困扰的话 我会转告他 那男的听完故意得跳楼了 我也不是因为是他室友 替他说话 我就分一分他的优点 其实他这人性格挺好的 善良 还可爱 你不觉得有时候他挺萌的吗 然后虽然是富二代 一点富二代的架子也没有 其实有点不少 那我看 你俩挺合适啊 你扯我这干嘛 怎么你 磕我俩CP 我磕你俩CP 我想吐啊 快吐 吐 吐 吐盆里面的刀 嗯 哎 你为啥对谈恋爱这么抵触啊 还说什么不喜欢那个喘气的 生活已经那么多烦心事了 为什么还要再找个人烦你呢 我又不欠虐 不是 你这太悲观了 他不一定来一个人就是也烦你啊 对吧 万一是帮你排油解难呢 咱也不强求 不说非得谈恋爱 咱就顺其自然 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 谈一场对的恋爱都没好 我害怕 我还是孤独拥老吧 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太胆小 对吧 你比如说我跟焦着 我们俩其实 没什么问题 他也没错 我也没错 我俩就是在不对的时间 遇见了对的人 所以这恋爱他不就不对了吗 那也挺合适 挺寸的 你怎么了 你这人一点同情心 都没有呢 表姐 刘导演请大家喝饮料啊 好 刘导演请大家喝饮料 感谢刘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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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答应好了 行了 我不用看了 我都看过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这答片状 是不是要存到这个案卷里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儿子将来长大了 会不会看到这个 原则上 黄女士要是给她看的话 她是可以看到的 那这个答片状 就是我觉得 对对对对 哥 一会儿群演吃完饭 看看把手机收了 对 全都收了 好 谢谢 就是 这个打病状 给人家感觉 就是 我确实应该把孩子 给黄宁 您跟我们说的意思就是 要把这个孩子判给黄宁吗 对呀 我 我现在我也认 把这孩子判给她 我之前找你们来 这不是因为黄宁不让我看孩子吗 但是现在她让我看孩子了 我一想我就 孩子给她就给她了 而且说实话啊 也确实 孩子呢 在她那边滚在我的墙 但是吧 我不能同意变更 你知道我妈那边她死我不同意 这个我们知道 那您现在对这个答片状 有什么意见没有 就是这打病状吧 现在是这样 就是 我不同意变更了有点 不疼不痒 就是我的那种 就对孩子就那种真情实感呢 就那种真挚啊 就是 就最 我我我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我们主要是怕 要是太真情实感 那个真挚啊 这个法院就把孩子判给人了 你看 那就得靠你们二位下一下公司 那你就好比那踢假球 能让人看出来是踢假的 那不得踢的 你真的还得真 对吧 就是说那个 我们写一份这个情真意切的答片状 然后最后还得让法官 把这孩子判给黄玲玲 对 行 行行行 那我们回去 我们再改改 我已经见过您太太了 她还是要诉讼 要判决 坚决地不调节 您和蔡女士是共同被告 蔡女士的诉讼策略是 不承认也不否认 随便法官怎么判 可是一旦您太太提出离婚诉讼 要求诉讼保全 那您名下的所有的股权 以及个人账户 就有可能被冻结 不听结果 你就直接告诉我 您该怎么做 嗯 左拿的舅舅在您公司 是有股份的是吧 对啊 这不是 这不是 天天跟我闹呢 要查账 查账 你这 烦死我了 我已经跟法务说了 我要去谈 想办法给他清退 这个时候啊 还是先不要清退 起码在离婚诉讼之前 我懂 那你就找这个老春蕾 去谈谈条件 我倒可以试试看 左拿怎么样 左拿已经提出要辞职了 辞职 他去 去哪儿说了吗 他说是要给他妈妈当律师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杜律师 你明白我 我为什么 特意请你们律所 来带领我这个官司吧 是 你知道为什么呀 是吧 其实小李给我介绍了好多律师 我都没用 为什么 我就是想 我就故意地找你们律所 然后咱们 咱们把这个坑先占上 这样左拿就不会再卷进来了 是吧 为什么我一直提醒你保密保密 不要让左拿知道那么多 也是为了这个呀 这是后悔啊 我干吗我不跟他早点离婚 我早早的就离了就完了 我总是想 我说 父亲一常 那多多少少 俩人也有那么一点感情啊 快刀斩烂麻 给人伤得太重了不是 我就一直在考虑他的感受 他的感受 最重要的 孩子还小 左拿那时候还小吗 我要考虑他的感受啊 我想等他到了十八 他也许能够明白 父母之间感情上的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就一直忍着 忍着妥妥妥妥妥妥 到现在 左拿二十八了 他竟然要跟他亲爹 对付公堂 这就是他妈送用的 老春雪送用的 送用自己的亲闺女 来对付亲爹 他妈梦了他 我一直搞不懂啊 他为什么不跟我离婚 为什么老是一提离婚 他就要想活 他就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那样的理由 为什么 我现在明白了 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 他也不会跟我离婚 因为在他眼里边 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看我难受 一辈子不痛快 一辈子不痛快 这在他眼里 最重要的 就是他想要的 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你也要把左拿给我拦住 我不管你想什么样的方法 你不能让他上法庭 我不能让他跟我 站在法庭的两边 那你干脆让我去死就完了 你自己拿刀子让我真的抖 你说这老春雪他有多可爱 我 我 我早跟他说过啊 我说得很清楚 我唯 唯一的条件我的 就是 不管我们俩之间 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要让孩子 牵扯前来 他答应我了 但是 他答应您的时候 应该还没打算要告您吧 叶律 快坐坐坐 来 这 还有谁啊 就咱们俩 打扰一下 这是他们这最小的包间了 怎么突然想你来请我吃饭呢 我这 主要呢 是想和您倒个钱 那次要呢 直接说次要吧 不不不 咱有主有次嘛 咱们还是先说主要啊 主要是啊 我之前呢 我就觉得 您是女性 不适合接这个男性当事人的这种案子 我这现在我一想啊 我真的是 我狭隘了 我郑重地 我得向您赔礼道歉 我错了 行 以后这种事发个微信就行了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 那次要呢 您就直接说吧 行我就答应 不行呢咱也别破费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 就跟您一起合作呢 是不是佐大健的案子 还是需要一位女性律师去 说服劳春雪然 是拦住佐纳 拦住佐纳 是 为什么 一定不能让佐纳啊 去给他妈妈做这个律师 就是 和他妈妈一起来对付他爸 我一想到这个 在法庭上这个画面 我实在是觉得太残忍了 不会吧 老春雪 会让自己的女儿 上法庭上首次签叠吗 这也太夸张了 我以为佐纳就是参与一下谈判 咱们点瓶酒 随便点 咱们喝着聊 好 酒单 完事就回去了 好 拜拜 怎么样 这是有点小问题 哪儿 你看啊 这位 您的写的一 一 被答辩人要求变更抚养权 违反了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 原被告双方在离婚时已经签署离婚协议 就被抚养人冯承的监护抚养问题达成一致 使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继续履行 二 在被告抚养期间已经充分保障了原告享有的探视权利 三 被告经济条件良好 无不良嗜好 关心孩子身心健康 能够为冯承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综上所述 应该尊重双方已签署的离婚协议 本案不存在变更抚养关系的条件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哪儿不对 哪儿都对 就不对了 我就怕 法官看完咱这大变状 就维持原判 孩子还贵方老权 你怎么办 孩子是 妈妈养大 他想见就得见 然后抚养权还得在他那儿 怎么什么好事都能让他站了呀 是 他其实也 也挺在乎孩子的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 我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变更一下对孩子也好 跟妈过 然后他爸那个想看就看 这不两全其美吗 那等于说是 他在孩子面前 扮演一个好爸爸的人设 他都已经放弃孩子了 他还要在他面前装申请 行 我明白 那个我改吧 姐 没事 你甭管了 你要不你点点夜宵什么的 饿了吧 你吃什么吗 我不太饿 你看着改吧 我都行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左大剑挺好的 你不用这么多样的 你Julie 那你肯定就是别人 要不说他 我不理他 我过分 我过分 你们是不是觉得 左大剑没做错什么 他只是不爱我妈了 是我妈不离婚不放手 我妈的错 我也复盘过 我妈要早早离了婚 我爸会不会也跟冯小泉一样 把我丢给我妈 偶尔来看过我 他俩虽然没离婚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 我爸就像家里来的客人一样 我都没怎么见过他 而且他们还要在我面前 努力扮演一个好爸爸 努力扮演一个好妈妈 我有时候特别想跟他们说 我求求你们了 别再演好人了 都已经这么伤我了 还要在我面前说爱我 这段卫妆我写不了 总纳 你热总纳生气了 还热总纳生气 你自己想想 来荣科这么长时间 是我惹得生气的时候多 还是你惹得生气的时候多 那他怎么怎么生气呢 好问题 你还真去问 去去去回家了 不是 打便撞起完了吗 没有啊 那你走什么呀 回家写呀 哪写不是写 把门关上了 眼里没活 你怎么关呢 就让律师打去 法庭传我 我在国外生孩子回不来 这很正常吧 孩子生了 我也不说是谁的 那谁也没办法知道 还能逼着我去做心子鉴定啊 你没必要带这么多东西 到那儿缺什么买吗 要我说你就和我一起走呗 省得留在这闹戏 我走不了 公司这么多事呢 现在多方便啊 视频 电话随时都可以 干吗非留在国内啊 几点好吗 是先接你爸妈一起走呢 还是让司机去接 让我们机场见呢 你是不是后悔了 你不后悔就行 你干吗 干吗你 你小些孩子 你 我干吗 你从一进门就搭了个脸 好 我今天有点累 好吧 我 我累了 你把杜菲宇换了吧 这就不是心思手软的事 这劳春雪都已经告你了 你还怕什么呢 这就是你死我活 你来想着 左纳跟杜菲宇熟 劳春雪还能给你留点面子 左纳还能帮你说说话 这怎么可能呢 我说真的 我再给你找几个律师 有媒体资源的手起刀落 咱们从舆论站打起 这劳春雪就那么占领吗 我不觉得 你说这劳春雪 他为什么忍啊 你以为他真的是因为爱你啊 是因为人比较容易 不人比较难 如果在你第一次出轨 他就选择和你离婚 那他就要自己养左纳 他的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 他算过账 所以他才忍 忍到现在左纳也大了 用不着你了 开始告你了 这不就是恶毒吗 这什么 你这没有孩子了 咱们现在记点口德好吗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是劳春雪告你 不是我 我什么都不图你的 你结婚离婚 我都无所谓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可以向全世界说 我就是爱上了一个 有父之父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判我死吗 左大剑 你要真的后悔了 你现在就去找劳春雪忏悔 求他原谅你 只要他还愿意跟你过 我没关系 我祝福你们 啊 我一个月 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我会说 它的语言 我就不在乎 我还没有 它解决 你飞了 你 一时不在乎 喂 那你放门口吧 嗯 謝謝啊 太陽 總大給你打電話了 忘了 我倆剛才寫答辯狀的時候 點外賣來著 現在外賣到律所了 那你回去拿吧 倒架了 你們倆聊什麼呢 聊著答辯狀的事 會報一下 工作進展 你拍我幹什麼呀 還挺可愛 怎麼樣 你的小可愛突然出現 挺帥挺帥挺帥 放回去 我得讓人知道 是誰幹這活兒的嗎 不是 這是我應該做的 畢竟這是我負責的案子 下午也沒陪你們去片場 你知道的就行 你這又買啥了你 總大回你了 我這手不乾淨 你又滑了你又滑 說什麼了 他說你們辛苦啊 加油 舒一楠 我愛你 那後半句是我家的 吃點嗎 我不吃 那不管你了 我是覺得這個答辯狀 它不適合寫得太煽情 像左納改的這個版本 雖然比較強硬 但是挺專業的 它指出了原告對事實的錯誤描述 還有咱們答辯需要的法律依據 但是你改的吧 就特別像是小作文 你看啊 你強調了被告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她雖然也想陪伴孩子成長 但是迫於自己工作性質的原因 只能把孩子交給奶奶生活 雖然奶奶有著譬如打麻將 抽煙之類的不良嗜好 但是也不能太苛求老人 諸如此類的話 你寫了特別多 這要是我們老實啊 百分之百會說我們是法學系 不是文學系 應該法言法語 你這答辯狀是給法國人看的 你要那麼些法語幹什麼呀 不是 你怎麼沒那麼明白呢 咱們只要滿足這房小泉的要求就行了 這答辯狀啊 法官愛看不愛看 看懂看不懂 其實沒多大關係 這房小泉啊 就是為了給自己一交代 給自己一說法 說白了 給自己一面 咱這答辯狀啊 更像一個免責聲明 什麼意思啊 就是以後他好給人交代 給孩子交代 給他媽交代 他怕什麼呀 他就怕有一天孩子長大了 然後聽身邊人跟孩子說 哎呀你爸當年他不要你呀 他不養你呀 諸如此類的話他害怕 所以呢讓咱寫這麼一答辯狀 以後孩子問起來 他能拿這根孩子說 你看 爸爸呀當時特愛你 可爸爸就是沒時間 那法官嘛他又不盡人情 非把你判給你媽 我也沒轍呀 爸爸還是在乎你 爸爸還是愛你的 他就為了一這個 為了一面子 為了一交代 你說這人啊 非得活別人一看法 一點也不通了 一旅其實我一直 都還挺佩服你的 只接自己相信的案子 對呀因為 客戶也是想找 相信自己的律師嘛 客戶和代理律師之間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如果沒有信任 你這個案子肯定是辦不好的 對吧 那我就做不到 你為什麼做不到 年輕的時候呢 都想要活成 自己想要的那個樣子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你會發現 不變成自己討厭的那個樣子 已經很不錯了 博律師 你太謙虛了 我不討厭你 我理解你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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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一楠啊 現在年輕人真是成長得太快 我這兒正開會呢 你們先玩 今兒我不過去了 喂 主任 現在方便說話嗎 方便 我正在跟易律師 商量左大劍的這個案子 沒事 就是聊聊天 那你們聊工作吧 我沒事 掛了啊 我做裝 destination 有了 wagon的裝耳機 有了嗎 好吧 我快去做照烈용ilton 安裝 對 司律師 你得找那个有关部门的 必须得反应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我昨天晚上跟你聊完之后 我挺受启发的 这打案子不光要打证据 还得打人心 打人心也很重要 这方面呢 你做得比我强 什么 你做得比我强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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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